我看到戴如姐她那本書裡面寫說 她居然跑完全馬 我說真的 而且好幾次 快要跪地了 而且好幾次 這個嗎 這個時候已經是 這是東京馬吧 這個是第一次成功名古屋馬了 這是全馬嗎 這是我第一個成功的馬 全馬 女生才能抱的馬 不是 這個是七小時 但是我五小時四十分鐘就跑完了 可是這張照片還很美耶 當然這時候 因為要拍照永遠要很美 誰不管誰都是一樣 我跟你講 馬拉松的原則就是這樣 不管你多狼狽心 你充滿了詛咒 但看到攝影機 你怕這樣 哈哈哈哈 還要等去吃藝 哈哈哈哈 這一切就是為了等這一刻 都是為了等這一刻 我要講90歲就是我被打擊過 因為我去跑京都 因為我家很近又爆到了 42公里 其實因為我之前只跑過10公里成功 我真的跑不完 當我跑到28公里時 我人生的極限已經到了 於是我真的跑不下去 因為腿都快斷了 然後我就半途出來 停在路邊吃咖哩飯 然後那天我真的整個人瘸了 回到京都家之後 我就在聽那個收音機 因為我想說又下雨 然後路又這麼難 上上下下的 應該是很少人成功對不對 結果真的很慘 我要嘛就日文不好 偏偏我還聽到說 96%的人成功 都過了 我心裡想 怎麼會 我是那4%你知道 我從小是有等身 我沒有辦法忍耐 我是那倒數的4% 接下來那句話 情速攔了我的天啊 更打擊了我 他說呢 最高齡的跑者 是一位90歲的老太太 她跑了5小時46分 我那時候整個崩潰 於是我就慢慢的咬牙 就好像那個 皇后想要讓白雪公主 吃毒蘋果那樣 一定要成功 就拼了命到也要跑回去 對後來真的後來我 加上重力訓練 鳴谷屋我就成功 而且比我想像中快很多 5小時40分鐘我就跑完 只是跑完的時候 鳴谷屋會給你Tiffen尼項鍊 還有80個日本的帥哥 在那裡幫你掛那個 後來我的朋友問我說 那個男的帥嗎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累到說 有男的嗎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累到說 項鍊呢 喔已經在我口袋 你不用掛了我拿了 就是人爭一口氣 對 你會的 我現在目前還沒有時陪過 一定可以 可以嗎 你有跑過嗎 我跑過 我以前就是伴馬 一直伴馬 而且享受那種 有流汗有運動到 但是安全的可以離開 帥帥的離開 可是因為在三年前我眩暈了 每一年都抽東京馬都抽不到 我居然抽到東京馬 所以我就想到 東京馬抽到了 那時候7.8% 這麼少的 這麼少的機率 那我想這可能 這可能是一個意義 就是當你眩暈的時候 卻讓你抽到了東京馬 所以我就去跑 那時候跑的時候 一如預期 跑到24的時候 就開始眩暈 那時候的眩暈感覺就是 因為我們跑步的時候 腦筋會幫我們平衡 就是你再怎麼跳躍 你的畫面是平的 可是我在跑的時候 我發現全世界都跟我一起才跑 我超high 我就感覺好high喔 為什麼整個橋帶都好high喔 我發現停不下來了 所以我就走回去 我也是走回去 5小時45分 就走啊 完全痛苦 閉著眼睛走 就是只要你閉著眼睛就不會晃 所以我就跑一跑 停下來 閉著眼睛走 所以別人就會覺得你很痛苦 乾巴黎 乾巴黎 台灣 乾巴黎 歐吉桑 乾巴黎 歐吉桑 你搞錯了嗎 歐吉桑 這樣撐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你最近有跑完嗎 我跑完了 哎呦 那不太好 閉著眼睛跑完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意義 它是一個眩晕的 我很不想講這句話噁心的話 它是一個眩晕的禮物 不然我永遠不會去挑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太滿足於半馬的開心了 因為半馬就是很愉快 可是你全馬真的有 像淡如姐所說的 你的腿又有點 因為是第一次嘛 出馬在東進馬 你有斷掉的感覺 你有撐不下去的感覺 你有覺得世界在動 而且是閉著眼睛跑耶 所以蠻開心的 所以有時候享受折磨 克服折磨凡心的禮物 痛命快樂者 痛命快樂者 先進廣告